我叫张天航,是一名专职的宠物摄影师 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各种各样的宠物 猫猫狗狗啊兔子啊之类的拍写真 为宠物拍摄写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张天航介绍,作为一名宠物摄影师 不仅要掌握专业摄影技术 还得学会与宠物打交道 跟不同的宠物打交道的时候总结经验 我会发现原来跟这样性格的狗狗 怎么样去拍更合适 怎么样能够让它对我放松警惕 一定要偷其所好地去引导它 比如说我拍摄一个狗狗它很贪吃 那么我会选择它最喜欢吃的零食去引导它 说起于宠物良好沟通的秘诀 张天航告诉记者 最重要的是要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这些小模特 尝试走进它们的内心世界 跟宠物接触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能感受到的 比如说你伸手去摸它的这个动作 它都能感受到你对它是什么态度 我会把它当成一个有思想 有性格 有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个性的一个主体 而不是说把它们当成一种道具去这样子去摆弄 当你愿意去走进这些小模特 它们的内心世界的时候 你会观察到更多的东西 不过张天航告诉记者 大多时候宠物并不受控 因此摄影师还要学会等待 随时准备捕捉精彩的瞬间 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不可控的 你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做什么 那么我要做的就是去等待 然后去抓住这些比较精彩的瞬间 那么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就很多时候你都会拍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从最开始将镜头聚焦宠物到现在 张天航已经从业十年时间 在他看来 宠物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家庭的一份子 也是连接爱的纽带 为他们记录与宠物的温情瞬间 是他作为一名宠物摄影师的价值所在 之前有一次拍到一家 就是一对老人 那么他们养了一个 大概有四十多斤重的一个狗 狗狗有一只腿是有伤的 老人就一直全程抱着狗 真的像抱着自己的小孩一样 其实宠物它的一生是很短暂的 那么我也是希望去记录这些宠物 他们年轻的时候 他们在玩 在奔跑 然后跟主人互动 我觉得这些画面对于主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最初选择入行时 张天航曾被家人和朋友看作是不务正业 而现在他发现 愿意为自己的宠物拍摄写真的人越来越多 同时 想要成为一名宠物摄影师 从而加入进来的人 也呈增长趋势 我最早在做宠物摄影的时候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参考的经验的地方 我家人都不太支持 觉得有点不正业的感觉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需求量的 包括我现在也注意到 有更多的人在走入到这个领域来 里面是年轻人比较多的 因为这是个新兴的领域 张天航认为 随着人们对宠物重视程度的提高 宠物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相信 未来还将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宠物摄影也会被更多人所了解和认可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